大家好 我是學長 金青學長 開心要為大家介紹一個 比悲傷還悲傷的濾杯 卡莉塔 波佐建燒濾杯 為什麼這麼形容它呢 因為它的確是一個 非常科學又好用的濾杯 很有藝術品般的外觀 兼容風味精彩 充足容易的驚人內涵 但在台灣它的能見度一點都不高 別說是它的優點 大部分人呢 都把它和卡莉塔經典款濾杯搞混 但其實它們根本就不是同樣的東西 對於一個這麼厲害的濾杯 學長覺得它不能夠被埋沒 所以今天學長開箱呢 就來為各位介紹 最科學的T型濾杯 卡莉塔 波佐介紹濾杯 卡莉塔是日本製作咖啡的名牌 其經典的卡莉塔濾杯呢 問世五十年來呢 一直都是日本手沖的中流砥柱 它地位不可動搖 那隨著精品咖啡的崛起呢 互人要求有變化 需要呈現更多的香氣和果酸 因此呢 老牌卡莉塔和民謠廠 哈莎米也名生產了新的機型濾杯 流速非常的快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卡莉塔 波佐介紹濾杯 那卡莉塔 波佐介紹濾杯呢 有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 在外觀上 右色非常的細膩有光澤 摸起來呢 非常滑手 那飛鼻部分的燒製 非常輕薄 甚至到可以直接透光的程度 讓這顆濾杯在美感上就比重不同 第二點 在肋骨的設計上 也大量採用了哈莎米獨到的燒子技術 肋骨的深度適中 但每一根肋骨的銳利度呢 都非常的尖銳 扎扎實實的把濾子撐開 讓空氣大量的排出 所以這顆濾杯的流速呢 非常的快 可以做出非常足量的香氣和果酸 徹底發揮精品咖啡的優勢 這點需要特別強調一下 要把肋骨燒製的那麼銳利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技術 因為陶瓷在燒製的過程之中 就會伸縮的 那關於哈莎米的特色 學長之前也在西芒濾杯中的影片都跟大家聊過 在此也附上連結 第三 非常精妙的流速控制設計 在眾多濾杯之中 學長最推薦初學者使用呢 就是卡利打破的介紹濾杯 原因就在於 這個濾杯調整了濾杯的斜率 肋骨孔洞的多火和大小 形成了這個濾杯的流速 而這必須經過非常精密的計算 而帶來的風味表現呢 就是完整 均勻 輕量 端甜 適中 而且幾乎不怎麼挑手法 這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設計 無論對於初學者或是老手 都是一個易於上手 但又富於變化的濾杯 以上三點呢 就是學長對於 卡利打破左鍵燒濾杯的介紹和評價 接下來由學長為各位示範兩種不同的手法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破左鍵燒第一次的沖煮 那這次的沖煮是使用多次斷水草 那喝起來很均勻 然後沖煮起來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先來折 劈型濾紙 然後一樣 這邊先往內折 然後折完以後 然後另外一邊往外折 這樣子 一個在內一個在外 濾紙就會很服貼 然後把它撐開 撐開以後 直接貼到破左鍵燒裡面 OK 稍微壓一下 然後我們沖煮的過程之中 我們稍微移動一點點 這樣子 填水比較方便 然後使用的咖啡粉也是20克 然後研磨度呢 是跟平常V60的研磨度差不了多少 那我今天是使用哈里爾磨豆漆25左右 比例要細一點點 那如果你用平常小富士或是小飛馬的話 4到4.5時間都是很正常的 先歸零以後準備開始 剛開始我們要先做悶針 那悶針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給40cc 好 給水 但是給水的部分要注意 因為它的形狀是橢圓形的 所以我們繞圈也要繞橢圓形的 回中間 好 40cc 然後等待時間呢 一樣是30秒 等待時間一樣是30秒 好 所以給水的時候要記得 因為它的面是橢圓形的 T形濾杯嘛 就跟一般的 錐形濾杯的正圓形 它是有點橢圓形的面 所以你給的時候也是要橢圓形的 然後悶針結束以後呢 大約 給水加悶針30秒 大概45秒 之後呢 我們要分4次給水 每一次呢 都是65cc 60到65cc左右 那總體劑量是300cc OK 隨便開始了 65cc以後 水 開心的給下去 好 給大水沒關係 65cc 好 讓它徹底的 浮起來 OK 65cc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流水速度 其實你給水給不少 它的排水速度呢 是非常的好的 好 然後快流完的時候呢 給第二次 一樣喔 中間開始 中間 然後給水呢 不要太客氣 給大水 一樣給65cc 這種手法呢 一般來說 如果用 傳統的T形濾杯的話 這手法過來好喝 但是它是潑左鍵手 它的設計方面呢 它有很厲害的斜率設計 還有流速呢 也是很快的 所以你用這種多次斷水法的 每次65cc 還是很好喝的 好 第三次 好 一樣 給大水 65cc 好可以看到每一次淹水的狀況呢 會稍微再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點 但是這整體的流速呢 還是維持得非常的快速 65cc這樣子一下就流光了 其實對於整體風味來說 均勻度 還有清爽感 還有輕量的酸質來說 都是很好的 那這也是這個濾杯最厲害的地方 最後一次 65cc 整體就是300cc 好 結束 好 然後等到全部流完 到了最後一次呢 仍然又保持不錯的流速 那這就是這個濾杯最厲害的地方 它 可以很均勻的 把你空氣擠出來 還把水排出去 好 讓整體喝起來的風味呢 是均勻飽滿的 好 整體之間2分25秒 就全部沖完了 其實B-Word V60呢 稍微再慢個10秒15秒鐘而已 流速還是非常的快 但這種做法呢 你就可以讓你的 波多建造非常的好喝了 所以真的是一個非常聰明 非常科學的濾杯 好 那看完了第一次的 多次斷水法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示範 第二次 我們使用的是層次沖法 那層次沖法呢 就是 前面呢 我們要多給一點點小水的部分 讓它的栓子呢 表現得更豐郁一點 那後半段呢 跟剛剛一樣 是用65-65的 兩次給水 做出比較適中的法子 OK 好 那我們開始準備好 一樣我們開始先摺濾子 先 這一面 翻過來呢 另外一面 好 折好以後 把它 攀開 來放到浴杯裡面壓一下 咖啡粉的研磨度跟剛剛都是一樣的 20克的咖啡粉 研磨度呢 大約是4-4.5 好 我們拍好粉 然後水溫也是用90度 然後目標的CC數呢 也是300CC 好我們準備開始悶蒸 好一樣喔 橢圓形的給水後 橢圓形的給水 好讓粉都吃飽水回中心 好 40CC 稍微壓一下我的栗子 好 讓它粉貼一點點 好 然後呢 待會呢 我們悶蒸完以後呢 我們要來 中心這個位置 小量給水 慢慢的給 慢慢給 好 然後給到170CC 以後 所以我給的水溫是蠻多的 悶蒸40 然後再加130 就等於170 好 在這邊繞 在中心的部分 中間這條 跟那個濾杯中間那條線 一樣的位置 這樣 前後 這樣子繞 繞到170CC OK 時間差不多了 好給水 給下去 就在這個範圍 前後繞 然後水不要太大 小小水 前後繞 好 一直給到 然後水會有一點點 往上液沒有關係 正常的 好 就這樣前後繞 繞到170CC 好 然後水會慢慢的往上 長高 沒有關係 我們就維持在這個位置 好 170CC 這邊這一段是做果酸 好 時間到 然後 流完 然後這一段呢 可以做出比較主量的果酸 然後看 可以看到 我停止給水以後的 很快水就流完了 然後呢 一樣兩次給大水 好 給65 給大水 給65 好 讓它呈現一個淹水的狀態 它流出來還是很好 不用擔心 破劍燒呢 其實相對於其他旅館來說 它的淹水狀況是 很不顯著 很不容易淹水 它淹起來呢 也不會有不好的味道 OK 流完第二段 好 好 給65CC 好 好 然後這樣就給完了 然後等它全部流完 我們的層次充法都做完了 層次充法呢 跟剛剛它比較起來呢 它的層次感會比較強一點點 果酸會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果酸的人呢 你可以試用這個充法 但剛剛它的充法呢 相對來說 喝起來就是比較平衡 然後什麼味道都很完整 好已經流完了 也是2分20秒左右 比剛剛還在快5秒鐘 因為這個充法本身呢 所以它可以做出更多更主要的果酸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卡莉塔坡左肩上這個濾杯呢 其實是一個流速非常快速 而且呢 在淹水狀況呢 它的排速還是非常好的一個濾杯 因為這些特質 所以實際上充足起來呢 並不容易有苦澀味 但是呢 口感的豐富度還是非常的好的 那從前面兩個充足中可以看得出來 學長大量利用 醃水的方式 那實際上呢 這樣的方式呢 配合它設計非常良好的流速呢 就可以簡單的就做出很好的風味 當然我剛剛是用65cc做一次醃水 如果你要用50甚至40 當然風味上會有點不同 但是實際上呢 真的是每一次大概這樣都很好喝 你只要斷水的次數控制在可能3到5次左右 其實都是很好喝的齁 所以大家可以測試看看 這個非常聰明 非常科學破煎燒 為你帶來充足上面的方便性 以及口感的豐沛性 好 那我們今天波索煎燒的開箱文呢 就說到這裡囉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分享 或者是訂閱學長的YouTube頻道 那如果有任何關於濾杯 或是波索煎燒的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學長都會回答你們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學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晚安掰掰